你 想什么呢 从刚开始到现在 你一直心不在焉的 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 所有的事情 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快要累死了 那到底怎么了 我爸 他知道我现在 在给欧阳做秘书 逼着我辞职呢 昨天因为这件事 我们俩还大吵了一架 可是我们现在 接手的项目 出现了个大问题 你说我总能在这个时候 一走了之吧 那你爸为什么 让你辞职啊 还有你们的项目 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爸他对欧阳 就是有偏见 他总觉得 我和陈哲分手 是因为他 不是吧 怎么可能呢 这事我可帮不了你 工作上的麻烦 你生来听听 为这儿我能帮什么 还不动着钱闹的吗 欧阳接手这个案子之后 我们就把之前 订的场地给推翻了 我们公司的刘晓红 本来跟他们都谈好了 说把订金给我们退回来 可是不知道 欧阳的姐姐欧瑞 跟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 现在人家不仅不给退订金 还要向我们索赔违约金 你说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欧瑞从中作稿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刘晓红偷偷告诉我的 刘晓红又是谁呀 就是我们公司 策划部的一个老总 对了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欧阳说呢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 你 你说我还跟他说吗 说 那我怎么跟他说呀 好啦 你就别想了 这事你听我的 你一定跟欧阳说 这事翻篇了咱不提了 这样 你先告诉我 场地费要多少 一百多万 你回去告诉欧阳 这钱我借他 先把资金缺口给堵上 天哪 我说 你们这些有钱人 考虑问题都这么简单粗暴吗 欧阳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想拿钱去解决 可是这样做 根本就解决不了事情的本质啊 你等我一下 我打个电话 你要给谁打电话 喂 爸 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最好的朋友 林美雅 您知道的 他 他现在手里有个项目 是跟会展中心签订的 四块场地租赁合同 可是欧氏集团那边要临时换场地 所以会展中心要遮掇他们的违约 他 是 欧阳负责的 不仅仅签订的 我 什么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 你 你别为难叔叔了 没关系了 那这事就 好吧 没事的 没事的 思雨 真的没事 你 你千万别难受 你能为了我的事情 给你爸打电话 我真的已经很感动了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你笑什么呀 你别笑嘛 你说你刚回来没多久 逛当前忙活忙我的事了 你笑什么呀 我也能想吧 连你都为我骗了 我告诉你啊 我爸在电话那边说了 他去年收购了 会展中心的部分股份 他现在是那儿最大的股东 而且他还向我承诺 他不仅不会追究你们的违约 还会把你们之前交的定金 全部退还给你们 我的天哪 许思雨 你简直太棒了 谁最帅 许思雨的爸爸最帅 谁最美呀 许思雨最美呀 谁最帅 许思雨的爸爸最帅 谁最美 谁最美 好